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的什么都看不见了 猴子 这是我今天这次最怕的 我真的特别感动 我刚刚真的这次体验到了 真的这辈子完全没有体验过的经历 哪里有牛肉干 那个是什么呀 那我们一会儿干嘛怎么干呢 那咱要是掉进冰河 那岂不是凉坏了牛 真的是岂有此理 大哥慕名原来这么快乐吗 明天就是新的一天 其实新的22岁 出发 OK 出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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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装了车 OK 出发了 今天的路程总共是453公里 但他们跟我说得开7到8个小时 因为快到那边之后 路都是冰面路 所以说会很不好开 所以咱们先出发 看看究竟是什么情况 今天开多久 我刚看了一下外面的温度 今天北京是零下四度 首先我们第一步是要从北京堵出去 前方150米一趟走行驶 我们现在钓鱼台服务区 有加个油 距离我们的目的地还有200多公里 然后现在的温度是零下12.3度 对 又往里面走越冷 继续出发 渐渐这冰雪的感觉已经上来了 期待 兴奋 快乐 这一带就稍微注意一下 它有的地方没有轻开 请小心驾驶 有点我们腹背上的这个意思 刺激了我也 有点刺激有点紧张 空气都凝固了 车上没有一个人敢大头长气 手心都出汗了 确实感觉路特别滑 都不敢踩油门 就是这样 含着刹车往下慢慢的游 因为都是雪和冰的路上 大游行 我这车上是有老司机陪伴着我一起开的 所以说大家没有什么太多驾驶经验的朋友们 还是要注意安全 我现在无限期待明天的录影究竟会以一个什么结果 全部都关门了 假如是晚上黑的一片 到达今天的目的地点了 所以我们现在到达第一天的住处 没上球骨 没上球骨 我太暖了 OK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今天晚上要住的民宿 对 因为这次来乌兰不同 其实准备去做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其中最危险的 也不是最危险 就是最遭到众人反对的一项 就是我准备明天可能准备在雪原上面露营 所以 但是露营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因为温度特别低 零下20多度甚至30度 所以这次请了一位专业的老师来陪着我教我如何活着 对 因为如果一个不小心人体失温的话 可能会遇到截肢等等很危险的危险 危及到性命的危险 所以说大家不要轻易模仿 现在已经到民宿了 跟大家也会合了 现在准备去吃一个饭 罗老师你好 叫我小吴就行 我明天可能我的命就交给你了 我这次出来遭到了极大的反对 因为他们觉得我应该不应该这样做 但其实这是我今天这次最快乐的事情 就是明天的录影 我很期待明天能够在帐篷里面睡觉 在帐篷里面醒来 这是啥呢 这是那个奶茶是吗 哦 这是奶茶是吗 这是很奇妙的味道 是这种味道 有点咸咸的 好像是第一次 好像是第一次 就老听说 但是每次没有人这二八点喝过 这是什么 这里边黑的 牛肉干 奶茶里有牛肉干 我头一回听见奶茶里有牛肉干 就是摇杆的使用说明 就告诉你 看哪个干嘛用的 这种倾斜以后 然后再放要么这样转过来 可以自由飞行啦 你可以玩啦 我好像感觉我有点感觉了 好 下班 睡觉啦 睡觉啦 明天见 好冷好冷 不行 操不住 操不住 快喝快喝 可以 出发 走吧 出发啦 出发啦 走吧 上车吧 就是我们现在从民宿去出发点 去我们这次的向导 老罗的旅舍 然后去领我们的马 然后开启今天下午的跨越雪原之旅 对 现在我们已经出发了 现在路面全都是冰 全都是冰 但今天天气好像还挺好的 太阳很明明 刚才我们出来也已经感受到了今天的温度 今天的温度是零下28度 目前现在是零下28度 一会儿不知道 然后现在 现在手已经有点感觉了 刚才手的动得有点没知觉了 不过还好 我相信今天装备齐全的我 装备齐全的我们 应该可以非常顺利平安的度过这么一天 非常厚实 我专心开车了 现在这个冰面不允许我有一丝的懈怠和疏忽 因为跟前车保持很远的距离 然后刹车也得轻点 不然方向盘也得稳稳的 不然会打滑 出发 就比我想象中南快乐 要硬核一些 我从来没有想到说我来先一开始就能就是开这种冰路 还是这种事 来之前觉得离我还挺远的 没想到来这就还挺 有点梦幻 对 还可以 还可以 给大家看一下 今天住的地方 可以看出来我们的 这家旅社的老板 老罗老师是一个非常爱马的人 你看 这边 里面都是 都是马的 那种 台报 有些可能是他自己摄影的作品 在这个屋子里面 贴个防寒帖 这样子你的脸不会被冻伤 因为 说今天中午会起大风 OK 给大家简单快速的讲一下我这次出行的装备 这次带来一个可以背在身上第一视角的机器 然后可以记录就是我眼前所发生的事情 然后还有一堆非常非常厚的衣服 衣服 超货的衣服 防风防雪 防水 然后还有备用的机器放在背包里面 一堆电池 还有一堆记忆卡 还有 专业的防风眼镜 老罗老师给我的这个羊皮马甲 然后 对 还有这个非常厉害 非常厉害的 风雪完全进去不了的这个鞋子 那我看一下 大家马上就要出发了 还配备了专业的对讲机 可以随时跟大部队联系 这样子防止我们走丢啊什么的 对 然后这些是我们出行的装备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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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次 要用到的机器 也要带着 OK 我们现在收拾的差不多 可以出发了 耶 罗老师 哦 罗老师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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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见面了 嗯 我刚刚就是已经说到罗老师的关怀 就是 就是那个什么羊毛 对 关于防寒中累 羊毛衣已经穿在里边了 特别暖和 罗老师你知道我们这次 就是 就是我这期节目 你知道口号是什么吗 嗯 你说 你没跟你讲吗 没讲过 因为我上次就是我的工作人员上次来 就听您说那个就是节肢的事 啊 就是动一动就动节肢 所以我们这次口号是活着 活着 对我们这次口号是活着 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 反正就是耳朵如果不注意 它一扒了会掉 啊 要不说这个 大家帽子都戴好 对 反正也没啥事 就是耳朵会掉 啊 叮就掉了 行 我们要活着 活着 OK我们现在出发了 我们已经从马棚里 骑着我的北斗出发了 我今天的目标呢 是要骑马跨越雪人 然后穿过树林 去罗老师推荐的最美的一个扎营点 然后去扎营 尽量尝试在那个情况下 急寒的情况下 抓营住上一晚 然后过一下我的22岁生日 现在我的所有机器都关机了 只剩这一个小的机器还能用 所以我们现在决定赶紧往前走 赶上前面的部队 这样子赶紧补给一下 找个地方卸下来喝点水 我们赶紧往前赶吧 罗老师 好 赶紧往前走 对 我现在一眼眨眼都费劲 沾上了吗 沾上了 全沾上了 啊 我都看不见路了 朋友 你看我一眼睛 朋友们 这哗啦的哗啦不掉啊 这个 哇 哇 刚刚真的什么都看不见了 兄弟们 真的什么都看不见了 哈哈 哈哈 你说我这个手指头都睡不直了 太冷了 我的手 哎 耶 太美了 岂有此理 哇 岂有此理 真的是岂有此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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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一下 哎 那个是什么呀 那山上那个 啊 您看见了吗 我看见那是桃子 是那个在冻的黄色呢 那桃子是什么 我老师我上以后你 啊 你像这么冷的天 你是不是都习惯了呀 啊 啊对 这得经常挨冻 其实人的忍受力很强 嗯 但是经常在问市里呢 如果经常在城市环的 这个环境下呢 就基本上就 退化了 包括市里 啊 清理 都会退化 你比如说你从这儿远处 它如果有袍子 就是野生动物或者马 嗯 在这个区域 基本上就得能看到 就远处啊 一个小黑点 就得能看到 我应该能看到 我眼神还可以 你看这儿 这儿有个动物的脚印 这个 这个区域 啊 这是啥动物啊 这是袍子 这就是啥袍子的脚印 袍子 袍子哥 如果我这是袍子吗 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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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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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手机套上去路上了 袍子 我现在这个山脊上面 我的手机器已经关机了 我现在拿起我的手机 我的手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关机 但我想把我今年最感动的一刻 也就是现在 也可以说是最感动的一刻 我觉得最美的一刻都想给你们 太美了 雪原 我很感动朋友们 我感觉我这一年来的开心 不开心 会那种伤心难过 都将在今天终结在这里 明天就是新的一天 全新的22岁 他也同意 北斗也同意 我很开心 真的 太美了 我跟你说 其实今年我工作了一年 好 但我这两天 我就感觉瞬间所有压力都忘记了 都爽 对 有一种 一下色然的感觉 有一种 又一年的感觉 真的又一年的感觉 太冷了 真不看眼睛了 这个防风镜为什么不带 你们知道吗 它里面已经冻成冰了 看不见路了 真的 乌兰不同的冬天 这着实很美 但如果大家没有专业人士的指导 真的 大家一定要谨慎谨慎 再谨慎 不要乱模仿 我现在又累 又冷又渴 但是我的心是炙热的 我还是很开心 对 朋友们 我们现在已经到这林子的入口了 现在马上就要进入 这个看起来非常神秘莫测的林子 这一直往这方向走是吗 对 一直往那方向走 往前走吧 哎呀 你咋认得路的呀哥 看太阳呗 看太阳的路 对 找到太阳 你不就找到你那个扎营的位子了吗 哎呦 我们现在穿过这个林子 先别往上啊 就斜着走 斜着走 对 你要上去了太密 不会刮脸 中间地带那个 因为林子蜜它长得比较稀疏 对 咱们可以加快点速度 因为你的速度再加快没问题 再加快没事 就这个都是袍子表样 对 你看它间隔距离比较远的这样呢 它就属于速度很快 这树林蜜它几只袍子汇合到一起了 我们现在在穿越这个小林子 然后还有40分钟左右 就可以到达我们今天的扎营点 10公里 然后我现在不行了 真的 美是真的美 但冷也是真的冷啊 啊 我们现在走出林子了 哇 太爽啊 咱们查看一下我们扎营地点 就是疯了 那个位置 远处的那个位置 那两个小山包那块 哇这块也太美了 太漂亮了 太漂亮了 行那我们现在过去吧 好 过去吧 走 难以用言语来表达的 来形容的一种美丽 就是 无边无际 只有雪和草 雪原 有一种感觉大自然是这样子 宏伟 而你又却是这样的渺小 但渺小的我 却也有去征服这个世界的力量 啊 我们的目标 是当上雪原王 走吧赶路了不拍了 走走走走 走吧 红年 乱年 勇敢妞妞 不知困难 现在我们接到了今天晚上的露营老师 他带着装备 准备带着我们一起扎营 另外是老罗老师 这位是我们的专业露营的小罗老师 带着我们的帐篷 还有我们今天晚上的睡袋 然后我们现在就在这个地方扎营睡觉 希望我们能成功 帮我把马牵走吧 让马牵到那边拴起来吧 老老师 首先讲解一下 这个帐篷是一个由8个三角形组成的一个大帐篷 所以现在我们要把8个三角形的提前量给勾出来 然后现在我们要把这雪丁的位置给勾摸出来 然后拉这个三角 这个铁环 这个铁环是干嘛的 然后这条红色的铁带 就是它的一条边 对 对 对 这个铁的铁 这个铁 这个铁 稍微低着一点就没办法 我位置 哈哈 然后你这里来 就这个 好 然后这就是一个等药站 就出来了 先低着一下 低着一下位置就好 哈哈哈 这样这个位置就确定好了是吧 对 我们帐篷开门就朝这一边 这边没风 这边是南边 嗯 然后你来打个几个地丁吧 好 这丁子稍微往里倾斜了 这是之前最佳的设例 最朝到里面打哈 对对 往里倾斜 这个帐篷呢 就是由八个三角形组成 拼成了一块蛋糕 我跟你讲 担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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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八个三角形 每个三角形都有这种地丁 然后现在就是在固定这个地丁 把这个地丁砸到土里 这样子保证晚上 我们不会被吹到一半 被吹到圈上去 嘿 可以了 现在太阳已经要落山了 啊 小老老师 这是你的热水啊 对我觉得 有道点 也好一点吗 啊 主要是我刚刚水洒到手上了 现在手结冰了 我手指都弯不了啊 你看这个下都是冰 现在有知觉吧 有知觉有知觉有知觉 这手套用动了啊 OK 现在我们已经 治好帐篷 现在窝在帐篷里面 准备尝试一下这个自热火锅 能不能在这么寒冷的天气下 成功的制作成功 如果这个火锅制作的不成功 我们今天晚上录音就可能会失败 虽然说我感觉现在已经 在一个需要靠意志里才能坚持下去的温度了 不过没关系 岂有此理嘛 对吧 我们现在开始尝试制作这个火锅 然后我们吃 如果好吃 我们就再吃一盒 有一个胡椒干啥 我们先看这个 这个是水 不是对对 我们像水灶在这里面 所以在下面 这应该是我一年最后的封锅的事情 你看就是小石楼坨的 其他地方都还 这是令人幸福的声音 你听这声音 哦 费城的声音 完了 你看我这个也动了 盔甲 盔甲 这么大气 一会 酸盆外面就会结成冰露 嗯 冰霜 热气就会像冰露 真的热气一会 可能是冰了 一会就结成冰露 意思是说我们这里面还会更冷是吗 不会 结霜 我们一会就冰雕了是吗 不会不会 结霜它是释放热量 小学 一个冰露 一会会更冷 酸盆外面会更冷 然后临结 它就是释放热量 释放热量之后 帐篷里面气温就会更高一些 明天早上会是更厚的一次 是吗 嗯 这个帐篷里面 都是酸 结着霜 水放少了 没关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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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 啊对了 我还没有跟大家讲 我还没有跟大家讲 为什么我们条件这么艰苦 是因为这里是防火区 虽然这冬季 但它现在是防火区 所以说我们不能有任何一点点火源和火种 就是 其实很严格的要求 就是任何什么火炉啊 煤炉啊 都是不行的 因为那些都属于火种 所以我们严格按照规定去完成这次挑战 我也是来了这边之后才知道 所以准备的很仓促 但我还是想要尽可能 试试我到底能把这个事贯彻到多远吧 怎么说 咱就是杠 所以说我们不能用火做食物 所以只能使用这个自热火锅 我们也没办法生火 也没办法用任何跟火有关的东西来提高我们脏内的温度 所以如果要继续坚持下去 会是非常艰难的一晚 但是能不能坚持下去呢 就看天命 就看能吃几盆火锅了 一会儿要再睡到里面睡觉的话 是不是得把衣服脱了呀 脱一些外套肯定 外套脱了 然后呢 然后装进睡袋就好了 一般是怎样睡前暖 一般是就穿个内衣 一般穿内衣睡就暖 我怕我穿到一半这里粘住了 进睡袋那一下是非常痛苦的 为什么 非常热 因为里面也是冰的 因为睡袋也是零下十几二十度 要等你的体温把它加热了 然后才会开始暖和 这跟我想的不一样 在羽绒服地下这么冰呢 里面这一层都觉得冰湿了 被你的汗湿了 就你的汗吗 我衣服结冰了 我说怪不得我到这之后那么冷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我是无懒 目前的情况是这样 就是我现在感觉还可以 虽然有一点点冷 但也感觉挺温暖的 所以我现在决定 先睡上一觉 然后在我的手机 订上一个十点左右的闹钟 起来看一下自身情况 如果十点起来之后 没什么问题的话 我就继续睡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就叫人来回到宾馆 因为咱们这次的口号 还是活着嘛 所以活着很重要 但是我现在感觉我活着挺好的 所以我决定先睡上一小觉休息一下 再见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现在是12月25日晚上 我们的气温大概是027度到030度 一晚上会起风 但是我还是决定 在这个状况里面先睡一会儿 马上就要生日了 但我没有耍牙 我也没有洗脸 因为没有这个条件 但我觉得我还是很开心 因为今天见到太美丽 太美丽的景色 10点间 我的朋友 好亮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吴磊 现在时间已经过了10点了 我现在还在睡袋里 感觉还不错 就是虽然外面的风很大 就听得呼呼的 感觉听得很冷 躺在这个小小的睡袋里面 我感觉非常的温暖 可以说今天的一天是我最理想的生日了 我看到了太美太美的景色 然后做了一些我自认为还挺苦的事情 虽然目前还不确定能不能做到明天早上 但现在我躺在睡袋里 我感到非常的满足且平静 希望下次醒来 醒来的时候已经能是明天早上的6点左右 为什么呢 也明天早上 我要去直播 乌兰不同的日出 我准备了一个 第一视角的一个无人机 这样子就可以非常精准的给大家分享我 22岁的第一场日出 希望明天能有个好天气 然后也希望明天会是很顺利的一天 然后也希望此时此刻的我 会有一场好梦 对 啊 我不知道这个视角会不会看起来很怪 但现在我已经尽力了 因为我的小机器到现在还没有开机 不知道为什么 OK 我不能在睡袋里面讲太久的话 因为扑出来的湿气 会让我这个睡袋里的羽绒 缩成一团 晚安朋友们 晚安 晚安21岁的乌兰 晚安 来坐 冲着心头说一声晚安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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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大家好我是吴雷 我现在脸上应该有一点黑渣子 手也是黑的 因为我昨天 睡觉的时候暖宝宝破了 但不影响 我现在要起床了 睡得好吗 还行还行 胸口上全是冰酸 冷吗 还可以 我们现在在帐篷里面在下小雪 帐篷里面在下小雪 镜头看着是在下小雪 因为上面全是冰霜 然后你一动冰霜都掉下来了 看着就是下雪的效果 可以 我们现在出发吗 对 现在出发 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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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